每年春节都有很多游客过来看我们的大熊猫 因为我们这边有15只大熊猫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2月6日春节假期还没正式到来 但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梅青 已经开始享受节日福利了 动物园的标语是动物大拜年 但到底谁才是节日主角还真说不好 有这一桌子大餐 他早就忘记拜年的事了 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每天给他准备个下午茶 给他们过节 他是以大熊猫经常吃的食物 竹笋 胡萝卜这样子 把它刻成比较形象 就像什么螺丝虾 螃蟹 这些看过去很有食欲的一些下午茶 所以他也吃得很鸡精有味 烧鸡 凤爪 螃蟹 梅青已经是一头彻底的老广州熊猫了 养成了正宗的广州味 每一道下午茶都吃得津津有味 最后吃到都掀桌子了 好吃饭了 每年我都看这么多游客过来看他 都在就是花出了很多 哇 这大熊猫好可爱啊 但他是习以为常了 他已经不奇怪 和梅青相比 他的饲养员陈香香可就没有这么快乐了 随着春节的临近 陈香香和同事们的工作量也不断上涨 最近几天来 明显上涨的客流量也带来了不少压力 但重中之重 依旧是保障整个熊猫村里 15头大小宝贝的健康平安 我们本来就一天24小时都会去康复大熊猫 每天的话我们就回来的话 会在先检查一下熊猫的这个情况 粪便的情况 还有一个设施设备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把猫放出去 然后猫放出去我们就扫镇射 扫完镇射就批主感 清洗主感 然后然后就扫杆 康复大熊猫 就每天的话 我们都会去观察 那些熊猫的话 产食的怎么样啊 它的粪便排泄情况啊 就粪便有没有吸变啊 它的粪便有没有异常啊 或者这个排尿臭不臭啊 这些都会每天都会去观察 这位熊猫宝妈很爱笑 说起对国宝的照料 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她 已经假清就熟 但是当记者问 过年期间什么时候休息 这个问题却难住了她 哎呀 现在就看一下这分车 分车的话 看一下安装网 这个还不定 因为这个春节之前的 这个准备工作还是很多了 所以这个再看一下 每天都在变 每天的工作就前天晚上再安排 动物园在各个熊猫馆中 设计了不少龙年元素的装置 一来营造节日气氛 二来这些装置都能给大熊猫的居住环境 与他们的生活提供新鲜的乐趣和挑战 而这些装置也需要陈香香和同事们赶在节前完成 这份可爱含量很高的工作 实际上也并非全是甜蜜 但这位宝妈依旧满脸笑容 其实活是比较重的 其实也很累 对 就要大家种之沉沉 把这个春节我们的这个工作接待好 大熊猫都可爱 我已经在那里工作很多年了 不过看着大熊猫还是那么可爱